诸埃及记 第28章 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雅比库、以利亚萨、以他玛一同救进你,给我供祭师的职份。 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、为华美,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,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,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,可以给我供祭师的职份。 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以福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,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,可以给我供祭师的职份。 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珠红色线,并细麻去做。 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珠红色线,并缅的细麻,用巧匠的手工做以福德。 以福德当有两条肩带,接上两头,使它相连。 提上小公支的袋子,要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,用以树上,与以福德接连一块,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珠红色线,并缅的细麻做成。 要取两块红玛瑙,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。 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,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,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。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,仿佛刻图书,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,刻这两块宝石,要镶在金巢上。 要将这两块宝石,安在以福德的两条肩带上。 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,亚伦要在两肩上,担他们的名字,在亚乌瓦面前作为纪念。 要用金子做二朝,又拿金巢,用拧弓仿佛拧绳子,做两条链子,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朝上。 你要用小将的手工,做一个决断的胸排,要和以福德一样的做法,用金线和蓝色,紫色,珠红色线,并缅的细麻做成。 这胸排要四方的,跌尾两层,长一虎口,宽一虎口,要在上面相宝石四行。 第一行是红宝石,红碧玉,红玉,第二行是绿宝石,蓝宝石,金刚石,第三行是紫玛瑙,白玛瑙,紫金。 第四行是水仓玉,红玛瑙,碧玉,这都要相在金巢中。 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,仿佛刻图书,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 要在胸排上,用金巢拧成如绳的链子,在胸排上也要做两个金环,安在胸排的两头,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排两头的环子,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,接在两槽上,安在以福德前面肩带上。 要做两个金环,安在胸排的两头,在以福德里面的边上,又要做两个金环,安在以福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,挨尽相接之处,在以福德巧弓之的带子以上。 要用蓝细带子,把胸排的环子与以福德的环子记住,使胸排贴在以福德巧弓之的带子上,不可与以福德离缝。 亚伦进圣所的时候,要将决断胸排,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,戴在胸前,在亚乌瓦面前常做纪念。 又要将乌龙和土鸣放在绝缎的胸排里,亚伦进到亚乌瓦面前的时候,要戴在胸前,在亚乌瓦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绝缎排戴在胸前。 你要做以福德的外袍,颜色全是蓝的,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,口的周围支出领边来,仿佛铠甲的领口,免得破裂。 袍子周围底边上,要用蓝色、紫色、珠红色线做石流,在袍子周围的石流中间,要有金铃铛,一个金铃铛,一个石流,一个金铃铛,一个石流,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。 亚伦供职的时候,要穿着袍子,他进圣所到亚乌瓦面前,以及出来的时候,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,使他不至于死亡。 你要用金铛做一面牌,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,刻着归亚瓦为圣。 要用一条蓝细袋子,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,这牌遞在亚伦的额上。 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,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,这牌要藏在他的额上,使他们可以在亚乌瓦面前蒙悦纳。 要用杂色细麻线之内袍,用细麻布做冠冕,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。 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,腰带,裹头巾,为荣耀,为华美。 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,又要高他们,将他们分别为圣,好给我共祭祀的职份。 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,遮掩下体,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。 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,或就进坛,在圣所供职的时候避穿上,免得当罪而死。 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力。 这要为亚伦和他儿子发宪洪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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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洪�